带什么拳套啊 你上拳击擂台 你能带斧头带三杀戟 你会带拳套吗 是吧 嗨 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玩土豆兄弟了 今天呢 我们来玩一个拳击手 这个呢 是我今天在创意工坊里面看到了 还没有开始玩 他呢 使用徒手武器的时候会加15伤害 并且没有10%的攻击速度 就会加1%的闪避 这就很符合拳击手的特性了 就是速度越快 他就是躲得越快 是吧 而且呢 他初始就有这个拳套 不过这个拳套占用的格子是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带两个拳套 但是他杀15个敌人 就会加1%的攻速 那我们带上试试看哦 哦 地图好小哦 哦 又减少了40%的地图尺寸 是吧 好像那个拳击擂台的感觉 就小小的 而且呢 拿两个拳套 而且他表情呢 非常凶狠 你看 有点好笑哦 很凶哦 来 这个伤害是挺高的 25点伤害 还不错 好的 第一波结束 但是加攻击速度 就会加闪避 所以我们就加攻击速度 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加攻击速度 刚才那个应该是进展伤害之类的 我们随便整点伤害 百分比伤害 他是有加100%的进展伤害 这个武器啊 攻击速度靠这个加就可以了 我们有伤害点伤害 没有伤害呢 就加攻击速度 来一个吧 反正便宜哦 只能拿两个武器 有点少啊 进展伤害再来一点 第一波呢 是刷不出这个武器的哦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那个头上斩脚了 有点凶哦 所以我们先发育几波先哦 第一波是刷不出二级武器的哦 等一下我们看把它合起来会怎么样啊 哎地图有点小哦 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得考虑搞点移动速度 哎这个速打一打打一打 哦那也是一个箱子 哎不错 闪避收获 呃来一个吧 刷新一下 进展伤害 减材料回血 我觉得这挺好的 就是挺挺好的一个回复能力了 其他没有了 范围也稍微加一点吧 内台这么小 咱们范围稍微加一点点就挺好了 丑牙 哎武器刷不到 我应该把这个模组给它取消掉先 这是那个元素兄弟的哦 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不过有一些好像是有点用的吧 呃先不要了啊 根本刷不出来 哎呃来个背包 先搞点钱哦 哎我觉得前期就两把武器 还是有点难度的 就是也不是说前期啦 就是地图这么小 只有两把武器还是有点难搞的 后期怪多起来的话 呃不过也还好了 我们等一下攻速如果快一点的话 说不定也还行吧 就你看第五波呢 已经稍稍有点吃力了 这个攻速已经开始 感觉不太行了 我们可能等一下要试探自己去 加一点攻速会好一点 他这个成长毕竟还是太慢了 好的没有关系哦 我现在敏捷 就是闪避率还是挺高的 闪避率有多少了 看一下攻击速度那些 哦有26攻击速度了 闪避有9了 那还不错 呃生命值点一点吧 反正看到 哦有武器了 那一次 升级起来之后是怎么样的 三级 15个敌人会加2%的攻速啊 那肯定是早点升级武器好啊 看能不能再刷到武器啊 咱们就直接找武器去啊 80块钱 好 先把武器升上来 会不会到4级 15个敌人就加4%啊 那就加超多了 那我们也不用为这个 叫什么 攻击速度犯愁了 就是目前呢 可能还会稍微慢一点点 他的就是升级起来之后 成长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呢就会越来越快哦 你还可以啊 我觉得加一点范围还行啊 就这个小拳套打过去 他一条直线怪都没有了 哎呦要救命啊 不行不行 得早点把武器升级起来啊 生命窃取啊 等一下我们攻击速度快 生命窃取还是有点用的哦 来升级 要不要直接合成一个啊 算了算了 不要冲动哦 哎这个好 打钱的哦 元素伤害加远程伤害这么用啊 背包整一个 先搞点钱哦 等一下再搞暴击了 还是先把攻速呢 给他搞起来先哦 现在就挺爽哦 伤害45点 这个我们把弹打一打 没什么问题的 他地图小也挺好的 也就诞生在哪里一目了然 我直接走过去打就完事了 他一波好像只会生两个弹吗 把这个打掉了 等一下看他下一波 哦没有没有没有 是随机的哦 这边只有一个而已 有时候会生两个 有时候会生一个 实际上如果你攻击力高的话 是把弹生出来会好一点 他会提供更多的材料给你的 不过咱们目前的清怪能力 还是差点意思哦 还是保险起见了 哎呦哎呦 救命啊救命啊要死了 每一波到最后都要死 要死的感觉怎么个事啊 范围来一点 范围实际上高不起来 攻速会变慢哦 但是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在这个高成长的状态下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可能要搞点生命直护甲的 总是什么都要啊 伤害先搞点吧 12波就不好吃了 这个拿着 搞钱 不过没有暴击 算了没事 哦 悬兵甲 命中的时候有几率冻结的敌人哦 这可以啊 整一个 不过武器的 哦直接来个三级的那是 我刚说没有武器呢 好那我们来到第九波了 这一波呢 我们初始攻击速度是多少啊 79啊 我们这一波看看 能够刷多少的攻击速度 应该会非常快吧 可能会突破100% 哎救命啊 百分之个屁了 现在都不太行的感觉 哦加二加二哎 哇直接加四哎 这也太爽了吧 又加二啊 超快啊 呃不过两把武器呢 似乎还是稍稍有点少啊 等一下攻速跟起来 说不定可以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的 而且我们 打boss呢 就两把武器 伤害好像也不太够哎 总之怎么看都不太行的感觉 等一下看看哦 看情况吧 好的 最后几秒钟了 冲进去把这些材料吸一吸 这里面好多钱的 最后一秒钟 来看一下我的攻击速度 加了多少 哇129哎 哎我怎么感觉 没有那么快的感觉 攻击范围来一点啊 就打起来并没有那么快啊 攻速线0.5 那我们把它升级到四级看一下 四级跟三级的区别是2% 3%哎 攻击力 基础攻击力有稍微高一点 其他都差不多 攻击速度呢 又快一点了 各方面都有所提升哦 但不是特别厉害 护甲来一个 更多的敌人 那还有两波就到boss了 看看这两波呢 能不能把攻速再刷快一点哦 呃 现在感觉还是太慢了 是我范围加太远的缘故嘛 并没有很远 我觉得这个范围差不多刚刚好啊 就不然的话会太短了一点 还可以还可以 你们看 现在出拳的速度呢 感觉已经跟上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那种练习拳击手了 不是实习拳击手了 已经很老道了 我们现在呢 已经称赞起来了 攻击速度 哎 那我们那个闪避率应该已经满了吧 我来看一下啊 才22%吗 哦 它是10%才加1啊 那行吧 那如果我们要满的话 应该要达到600%的攻击速度 就会有60%的闪避了 哦 农民战甲可以哦 有护甲有收获 免费刷新 近战伤害生命值哦 来点 哎 死亡会爆炸 狂怒哦 这不错 来一个 近战伤害 失去范围 没钱了 来 让我看看是哪个臭小子 哦 你小子是吧 来 垂涛 来 走位 小心点 好 往这边走 呦 哎 我这个就两把武器很吃亏哎 我就两个小拳头 我要清怪 要走位 要打boss 打伤害 可恶啊 这个咋整啊 而且还是近战武器 你给我怎么把远程武器也好一点啊 哎 不过别说哎 就两个小拳头伤害还可以哎 你看 他已经半条血了 来来来 追着他捶哦 围绕着他走就行了 好 他就一点点血了 加把油啊 把他捶死 咱们就无敌了 哎 来 小心 走 哇 就这么点血 怎么掉不下去了 刚才感觉还打挺快的 可恶 往下走往下走 往上走往上走 哎哎 死吧你 哎 抽小子 哎 救命啊 哎呦 没了没了 吓我一跳 太难了 哎呦 就两把武器还是有点难搞哎 就 而且我们攻击速度看起来不是很快 我等一下看能不能换一把武器 太难了吧 攻击速度250张 这是什么 加范围 加幸运 加速度 哎 不行了 加范围加起来 我等一下可能难搞了 就攻击速度会越来越慢 护甲来一点啊 不过应该问题不大 暴击来一点吧 暴击怎么是负的 我刚才一直没怎么加暴击是吧 我要不要召唤个东西 算了算了算了 等一下我看到好的武器在换 这个还是有用的 目前 生命窃取啊 来一点吧 这个小棍子也没啥用 这个现在攻击速度0.34 嗯 感觉还是稍稍有点慢 不过范围加远一点 就当远程武器用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还有贯穿伤害呢 是吧 这个boss侥幸让我们打死了 下个boss不知道怎么样了 等一下14波就下个boss了 这波打完就boss了 我希望这波可以多一下 多加一点攻速 让我攻速再进一步 看能不能达到0.3秒 0.2秒这样子 哎呦这波我都搞不太过去的感觉了 怎么没有吸血啊 我记得我点了挺多那玩意的 看来还可以远程武器了 进展武器还是拿 等一下看能不能换一把吧 来来来 把钱吸一吸哦 这波马上又结束了 伤害还是有点低哦 打过去一下几时几时 呃生命值来一点吧 生命值等一下会不断的减少的 百分比伤害 进展伤害爆击率 这可以 就武器线85 107 呃这个6%伤害拿一下 召唤物 算了不要 物甲来一个刷新 优惠券 更多的敌人要的 好让我看看 哦你小子是吧 这个会下档的 下档实际上还好吧 我觉得 就比刚才那个舒服一点可能 来 捶他哦 不过他血好像挺多的 我说打半天不怎么掉血 来把它弹处理处理 慢慢来吧 没事 哎呦不行了 他开始发疯了 诶屏幕里面开始混乱起来的 怎么个事啊 怎么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始出现了 怎么发射机关的发射子弹 哎呀要死了 这波先别想着打boss了 先活下来再说 就6秒钟 完全出不去 这怎么办啊 我冲出去了 不管了 捶死他们 可恶 哇太憋屈了 你们给我等着 我伤害再多加点 多点敌人 攻速300多了 抓新一波 又回卷再来一个 可恶 这还搞伤害了 0.45秒 一把搞伤害 一把搞攻速 生气了 一紧戒指可以 来整一个 开砍开砍 砍到18波 看能砍多少伤害 等一下把这个斧头给升起来 这斧头呢 它是那种 不是直线伤害了 清怪的范围呢 会稍微大一点 说不定 比这个拳头 舒服一点 我又来个战利片 不过没用了 我都没有暴击啊 可恶 免费刷新 出的东西倒挺好的 这一把 OKOK 第17波结束了 等一下 马上要BOSS了 我现在 这个斧头 两级了 百分比三还加挺多了 升到三级给它 怎么可以拿四 哦 那我不带拳头的话 就可以带更多武器了 可恶啊 三叉级再来一个 那八武器给它升级起来 这玩意再整一个 刷新一波 带什么拳套啊 你上拳击擂台 你能带斧头 带三叉级 你会带拳套吗 是吧 带个屁拳套啦 就前期练习的时候 带一带 提升一下体能 增加一下攻击速度 看来说的好像 还挺有道理的 不过打BOSS 似乎还比较费劲 不过清小怪呢 现在还挺快的 就是 闪避了好几下 没有闪避 我估计我都凉了 现在闪避应该挺高的 都满了 估计吧 BOSS还剩20几秒 今天把这次BOSS打死了 刚才已经错过一只了 来来来 吸血吸血吸血 砍砍砍起来 哇 攻速快武器多 就超爽了 我现在横着走 8 7 6 5 好 考定 BOSS考定就可以了 来继续砍这些小怪 哇 真割草了 现在 哇 土豆 可以 顾夹整点 肉一点 我就乱砍 接下来 正夹中 打敌人会获得材料 要不要我手 随便来一个 这也来一个 好 没钱 钱这么吵 我攻击速度500多 这个才0.27 快是挺快的 但没有我显现中那么快 我现在估计可以战胜 完全不用动了 这三炸几戳一下 已经到角落那边了 有剩甲虫出现了 咬一下一个材料呢 不知道能不能回本 不过确实是 你前期必须得打拳击手套 不然你拿你这么快的攻速 现在攻速 砍起来超快 等到后期的时候 你就要稍微换一点武器 拳击手套一拿下来 你手上就可以多拿三把武器 什么概念 拿完全其手套 再拿菜刀的时候 就不一样 好的 这波结束之后呢 攻击速度 哎呀 差一点突破600 不过咱们闪避呢 也很高了 因为我有拿一些这些玩意了 进展伤害再整点吧 感觉伤害还是稍稍有点低 减少他们移动速度 刷新一波 最后一波了 就看有没有伤害高一点的武器 嗯 没什么好东西 没什么好东西 算了 我这暴击 可惜了 那就这样吧 走 干他 来 戳他 现在应该还可以吧 把这两个臭小子 应该绰绰有余哦 不过产地有点小哎 有点限制我发挥哦 可恶 吸血吸血哦 咱们攻击速度快 吸血其实挺快的 好的 一回呢 就把血吸起来了 就咱们掉血的时候呢 就稍微猥琐一点 吸电血哦 然后呢 血吸上来之后呢 就冲进去干了 哎呀快跑快跑快跑 快开始躲起来哦 这产地小啊 这两个boss发分起来 等一下就很难搞 我们必须先搞死一只先 先把这些先给他搞死哦 那只呢 就在外面让他乱跑好了 好 他就剩一点点血了 OKOK 一只搞定哦 来 接下来就是你哦 你大哥死了 那个好像是2D 这个是大哥是吧 我也搞不太清楚了 有些人是会给他们 就是 就给他们起名字干嘛的 我是不太懂他们叫什么 这个武器还可以啊 他加很多啊 15个就加3%哎 但是攻击速度到后期 就是作用不是那么明显 你这只到1000呢 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 现在是 所以呢 到后期我们必须得换武器这些哦 那行吧 不过拳击手套还是差点意思哦 能拿斧头的大家尽点拿斧头 不用拿什么拳击手套 那行吧 那咱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那这下戏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